这个长相甜美的女孩叫童岛爱 是一名25岁的网红COS 如果你是长期混迹在COS圈 相信你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她的美貌享受万人追捧 而她的男友却是这一副尊容 看上去足足300斤 她留着一抹媲美王思聪的刘海 看上去一定身家千万吧 No 35岁的她是一个午夜游民 这样的女友 她一定会捧在手心里好好爱吧 很可惜呢 未必这样 这里是静默大爱 我是杰逸 这就是童岛爱 请你向遇害事件 2024年5月27日晚上 上海 大四学生王胡 在准备B社的闲暇之语 刷着朋友圈 刷到了好友高宇的动态 高宇和他是大学同学 大家都在为毕业工作发愁 而高宇呢 却早早就引起了自己的事业 高宇还有个更为人质的身份 知名COSER 童岛爱 童岛爱在各大平台 有不少粉丝 看着光鲜亮丽 但是高画颜值博主呢 是一个很卷的赛道 光是拼化妆和跳舞 童岛爱实在是不占什么优势 所以性格直爽的他 也常常做一些搞笑猥琐 大笑视频 虽然是知名COSER 但他和王虎两人关系很好 高宇常常会寄宁波特产的杨梅给王虎 王虎揍起了眉头 高宇朋友圈文案的语气 总觉得怪怪的 他平时发文案的时候 很少加句号 但这篇动态 却加了很多句号 而6月17日凌晨2点 王虎发现高宇 发布了一条非常诡异的动态 上面只有一段话 今年没有杨梅了 这种冷冰冰的语气 不像是高宇平时会说的话 他担心高宇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 发去消息关心 却没有得到回应 更令人忧心的是 这成为了高宇发布的最后一条动态 自此之后 他杳无音讯 6月17日 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6月17日傍晚5点多 浙江虎州市 无兴区道场向山坡上 一位村民老婆婆 在山上寻找印记野菜 却闻到了一股难以言喻的腐臭味 一开始他以为是居民乱丢生活垃圾 可想想 怎么会有人刻意跑到深山老林里 去丢生活垃圾呢 越想越不对劲 老婆婆找着臭气的来源 他看到了一个沾满脏屋的行李箱 表面经历过雨水冲刷 似乎放在这里很久了 行李箱的周围聚集了小虫子 里面东西应该腐烂了 他打开行李箱 瞬间头皮发骂 熟悉的女人头发 和肿胀的人手 让他差点当场昏厥 这分明就是腐烂的人体 老婆婆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 接到报警后 警员很快赶来现场 很显然呢 这不是一起自然神亡事件 与此同时 根据远抛近埋的规则推断 这里也不会是第一案发现场 首先呢 深山老林不像是日常生活的场景 无论是蓄谋还是意外 凶手都倾向于选择双方熟悉的场景 如果刻意将人约着深山老林 也会引起受害者的戒备 更重要的是 身体被发现时 是用行李箱包裹着的 如果这里是第一案发现场 那么凶手不至于用行李箱 将身体运送过来 所以是凶手将被害人谋害之后 将其装进了行李箱 在这里完成了丢弃身体的动作 近期连续几天的高温 身体腐难程度十分严重 根据腐难程度推测 被害人身亡至少两个星期了 要弄清楚这样一起谋害案的真相 首先呢 要查明受害者身份 这样一来 侦查就分成了两条线 第一条线呢 是对受害者身份的侦查 警员根据身体腐难的时间往前推 寻找五月底失踪的年轻女性 比对报案记录和身形特征 第二条线呢 则是被丢在山坡上的行李箱 警员以行李箱为切入点 调查沿途的监控录像 很快呢 他们就锁定了被害者身份 是一位名叫高宇的女性 今年25岁 高宇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 儿时父母离异 父亲留在北京 而他则和母亲呢 在浙江育要生活 高中毕业后 考取了浙江省内摩索大学 共读摄影专业 高宇擅长化妆打扮 也喜欢扮演动漫人物 在上大学前呢 他就已经成为了 小有名气的自媒体博主和COS 大学毕业后 也一次为胜 经常参加一些漫展 拍摄照片等等赚取收入 他性格活泼开纳 热情大方 因此呢 人际关系十分广泛 警员从他的社会关系角度 进行了探查 前后联络了50多位证人 逐渐拼凑出了高宇的生活经历 也是在警员联络高宇生前好友 进行笔录调查的过程中 王虎得知了高宇遇害的消息 他心头震动 6月17日傍晚 好友的身体被发现 根据警员所言 好友已经遇害至少半个月了 这一消息让王虎不敢置信 因为在身体被发现的当天 凌晨2点 好友还发布了朋友圈 而且在此之前呢 好友的动态更新 也维持着原先的频率 从来没有中断过 联想到5月27号 那条怪异的动态 自此之后所有动态的语气 都不像是高宇日常说话的样子 所以早在27号 高宇就已经离开人世 而当时发布动态 和自己互动的人 应该都是凶手 只有凶手 才会刻意隐瞒高宇身亡的事件 而能够随意查看他的手机 代替他发布动态 王虎只能想到一个人 很快 著名自媒体博主 同导爱 遇害的消息 在网络上疯传 随之而来的 是同打爱先任男友被逮捕的消息 验证了王虎的猜想 尽管王虎并不看好这段恋情 可他从没想过 对方竟然能做出这种害人性命的事情 从王虎认识高宇开始 就能够感受到他风风活活的性格下 隐藏着的是童年时期 遗留下来的自卑和缺爱 同创四年 王虎也见证了高宇的恋爱史 高宇性格开脑 长相漂亮 在刚入学呢 就已经在网络上小有名气 因此呢 他的桃花韵也十分旺盛 他大学四年 每一段恋爱都轰轰烈烈 也甚至他是一个走入关系 就会全心投入的人 这种直来直往的性格 可能会得罪一些人 但是好友都觉得 他是一个善良真诚的人 大学毕业后 他还曾帮没有落实就业的同学 提供工作机会 哪怕分开 仍然每年都会给大家起扬眉 2019年 也是高于20岁那一年 是他的事业如火如荼的时候 他与摄影师智障力在一起 两人不仅是情侣 也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那时高于的社交媒体账号 名为艾老师 他在当时呢 就已经聚集了50万粉丝 成为了COS的头部 然而好景不长 不过一年的光景 2020年 高于就遭遇了事业发展的滑铁路 第一个风波 与同为COS的YY子有关 他与高于原本是好朋友 但是因为一场纠纷 两人反目成仇 甚至闹上了法庭 起因呢 是YY子来到高于家做客时 被家里阿拉斯加品种的狗咬伤 高于作为狗主人 不愿给予YY子赔偿 并强调 YY子是主动摸狗 所以自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两人因为这件事 在网络上闹得很凶 从YY子的视角出发 是高于提议让自己摸狗 之后呢 自己才被咬 现在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他便去了法庭起诉 因为这件事败坏了一部分 高于的路人员 年代着一些圈类的coser 也与他疏远 如果说这场纠纷 只是小风波 那么之后男友的决裂 才真正触动了高于的粉丝基础 使得他的事业发展大不如前 第二场风波 源于高于的前男友智障力 他决意与高于分手 同时呢 还在网络上爆料出 高于恋爱期间 拍摄尺度较大的视频后售卖 进行不露脸直播等等 经此一事 高于的路人员大不如前 大量粉丝取关 甚至因为内容不大 他的账号被封禁 给他的事业带来莫大的打击 他也就此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 重回公众事业后 他便放弃了原先爱老师的账号 更名为同导爱 接上单 拍摄 在斗鱼直播等等 重新积累粉丝 同导爱粉丝量不断增长 慢慢也达到了将近的20万 高于也因此有了相对稳定的谋身工作 只是再也达不到当初爱老师这一账号的高度 在这期间呢 高于谈了新的男朋友 王虎也见过对方 但印象很不好 高于的些男友代号为三哥 今年35岁 比高于大了整整10岁 体重将近300斤 整个人过度肥胖 而且看上去面容阴沉 从现实条件来说 王虎不理解为什么高于会选择他 三哥曾结过一次婚 目前没有稳定工作 没有优渥的家底 无车无房 无论从外貌 家事还是性格 都与自己的好友不大匹配 但高于还是一头热的扎了进去 他在朋友圈和社交媒体平台 都公开了与三哥的念情 平时的朋友圈除了工作内容 基本上都是两人的念爱日常 而且因为三哥没有稳定工作 所以基本日常生活开支呢 都是高于在承担 他们同在上海工作 住在出租房中 尽管很多人不看好 两人还是度过了一段和睦的同居生活 平时看高于的动态 没感觉两人之间有什么矛盾 王虎没想到 再一次得知消息 就是高于去世的噩耗 6月24日晚上 警方发布通告 此刻 无论是从情理 还是证据的角度来说 三哥谋害了高于 是晚上定兵的事情 他在上海两人共同居住的屋内 将高于谋害 高于身亡后 他单独与身体在出租屋内待了很久 直到身体开始腐烂 影响正常生活后 三哥便将身亡的高于 装入行李箱 打车去了湖州的刨石地 将行李箱 连同高于的身体涌起 在身体被发现之前 三哥一直登陆高于的社交媒体账号 在各个平台 假装更新并回复评论 一直到东床事发 那么问题来了 三哥到底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高于最后一次被人看到 是在25号的摄影展 再结合王虎发现27号怪异的朋友圈 从那之后 高于的朋友圈就被三哥接管了 那么高于遇害的时间 很可能是26号或者27号 伴随着这起命案 相关信息的发酵 25号摄影展上发生的事情 也被人扒了出来 简短的信息令人浮想天篇 有人声称 曾在当天摄影展 看到高于当众打了三哥一耳光 后面舆论风传 变成了三哥下跪自删耳光 恳求高于不要离开 之后传出三哥被长期PUA 遭受高于的冷暴力 而他所有的收入都交给了高于 在经历对方长期的精神迫害后 三哥忍无可忍 才做出了谋害的行为 许多相似的报道出现 三哥也成为了老实人的象征 而受害人高于成为了 令人口诛笔伐的老吕 在高于遇害的消息下面 越来越多活该的身影出现 看到这一幕的王虎愤怒不已 很多高于的共有 都有相似的反应 一些圈类人站出来 年代的三哥的过往 也被人拔出来 三哥全名法师三级道 早在2016年 就被大V账号午后狂睡 揭发他并非三级道本人 可是他对外 一直使用三级道的身份 以此获得热度和尊重 而且根据爆料 当年三哥离婚的 并非正常夫妻不合 协议离婚 而是三哥家暴导致的离婚 他甚至在警局有暗定 原因是侵犯未遂 而差点被侵犯的对象 是他朋友的妹妹 王虎原本直知道 洋人不相配 此刻才得知 三哥早已前科雷雷 三哥决定谋害高于的背后原因 并未详细公布 不外乎是感情纠纷 早在案发之前呢 就有好友发现两人在出租屋 争吵不休 不过情侣住在一起 总会产生矛盾 大家可以一排两散 总不至于到害人的地步 高于作为曾经负面新闻 产生的自媒体博主 性情暴躁直爽 与多加对红 算不上完美受害者 可是作为好友 王虎新知 高于在这段关系 真切地投入了感情 无法武断地用PUA和LARI概括 所以很希望高于的身亡 能够获得理智的对待 希望法律能还给受害者公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